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年的智能手机发展怎么看呢 在我看来 今年国产智能手机的电池和屏幕技术 可谓是进步飞快 如今你每个5000多万毫安时大电池 大几千的峰值亮度 就只能和国外品牌的小老弟往后上上了 哎对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 折叠品 之前的荣耀Magic VR 凭借9.9毫米率先闯进了折叠台 一厘米厚度的大观 但荣耀却说 你以为这就是天花板了吗 今天发布的荣耀Magic V3直直9毫米 果然能超越荣耀Magic VR 只有荣耀 而这次越强大越轻薄的荣耀Magic V3 我这儿 刚好有一副 一起来看看 这是最新款的荣耀Magic V3绒黑色 4.35毫米的展开厚度 9.2毫米的折叠厚度 说它薄得像张纸 有点夸张了 但真的薄的 非常离谱 我把它和7.8毫米的iPhone15放一起 大家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 荣耀Magic V3的轻薄感 而且仅226克的机身重量 甚至比纸板旗舰三星S24 Ultra的232克 还要轻 好家伙 这厚度和重量控制 已经超越部分纸板旗舰了 折叠状态下 让我有一种我拿着的不是折叠旗舰 而是一部纸板旗舰的错觉 并且也是给足了旗舰体验 骁龙8战3 百倍前网长焦 还有IPX8防水 都塞进了4.35毫米的机身之内 甚至还支持无线充电 要知道 无线充电的线圈 都有一毫米多的厚度 而且还塞了卫星通讯进去 如此轻薄的荣耀Magic V3 支持天通卫星实时语音和双向短信功能 并且未来还将提供支持双卫星的版本 同时利用两个卫星系统 实现更多的通信选择和更高的通信保障 那这么多功能的荣耀Magic V3 究竟薄到什么概念呢 就是Type-C接口已经非常极限了 线插进去充电头都比手机好 即便这么薄 荣耀还真放进了5150mAh的第三代氢海湖电池 支持66把有线充电和50把无线充电 就这么薄 两块大屏 荣耀Magic V3依然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智能手机全天续航认证 高负载运行一整天毫无压力 当然光薄还不够 还得够轻 为了给机身减重 荣耀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铰链作为折叠屏的核心结构 荣耀Magic V3使用的是荣耀鲁般钝钢铰链 在轻薄化的同时也做到了重量 强度和耐用性的平衡 开合过程中的手感异常扎实 展开后的内屏也十分平整 搭配抗反射内屏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折痕 脚链支持悬停 不过可能是过于轻薄的原因 悬停角度只有在30到100度左右 但日常使用肯定是够用的 也是为了轻量化嘛 不过这在外观方面 荣耀Magic V3就毫无妥协了 磨砂铝合金边框 亮面脚链 雅光磨砂后盖 手感丝斑顺滑并且不斩指纹 绒黑色 檀元绿 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呢 而且不光V3 这次荣耀发布的新品都挺好看 我这里呢 还有荣耀Magic V3檀元绿 和日出印象配色的 荣耀Magic Book 2的14笔记本 这渐变 还有这模块画摄像头 轻薄和颜值拖拖拉满 如果你不是十分追求 极致鲜薄和性能天花板 相当于是荣耀Magic V3青春版的 荣耀Magic V3折叠屏手机 也非常值得推荐 搭载了骁龙8振2 5000毫安式大电池 还有9.8毫米的厚度和129g的重量 同样轻薄且性能满满 不过对于我来说 还是Magic V3更吸引我 尤其是这次延续自Magic系列的 家族式影像模组设计 原型的模组外是八边线金属装饰 给原本圆润的影像模组 增添了一些力量的线条 再加上居中放置的闪光灯 还有和被盖三种材质的搭配 多少又带来了一些高端的感觉 就有那么点非凡 有那么点大师了有没有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这次的影像模组设计呢 那当然啦 光设计的好看不行 拍的照片也得好看 5000万主摄 4000万超广奖 5000万前望长焦 原生3500倍 支持100倍变焦 两张一起欣赏一点 除去优秀的影像能力 荣耀Magic V3 在看影像方面也十分出色 外屏6.431寸2376×1060 5000尼克峰值亮度 支持4320赫兹PWM调光 第二代纳米微晶玻璃技术的 金刚矩锡锡玻璃 还是个耐衰猛 内屏792寸2344×2156 3840赫兹PWM调光 内外屏均支持1-120赫兹的 制容刹新率 10.7亿色彩深度 100%DZP3色域和杜比 世界高动态范围技术 显示效果非常棒 不过一块好的屏 管有高辉格高素质 看起来好看还不够 屏幕护眼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次荣耀Magic V3 和荣耀Magic V3 都搭载了全新的 荣耀视力舒缓绿洲护眼屏 还增加了 连离教护眼技术 这样的护眼小功能 在你看视频或者是电子书的时候 屏幕会根据你的用眼时长 智能调节画面的细节 和文字边缘的颜色 这样做是为了模拟放松眼睛时 眺望远方的体验 缓解用眼疲劳 听说啊 荣耀后面还会在Magic V3上 更新一个干眼友好功能 能检测你的眨眼屏次 提醒你眼睛干了 该眨眨眼了 或者是让屏幕的显示效果变柔和 减少高对比度对眼睛的刺激 所以看这么半片视频 你眨眼了吗 熟悉这些 一同而来的荣耀Magic OS 8.0 也有其他有趣且实用的小功能 不管是荣耀任意门 在折叠屏上巧妙的交互体验 还是提供实时状态信息的零种胶囊 这些非常有趣的便捷功能 体验感都非常好 说到打游戏 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游戏超级分屏功能 这个功能是用独有的游戏图层分离线认技术 把游戏的主场景图层和游戏的操作图层分离开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王者荣耀给大家做演示 内屏我们除了可以全屏显示 还可以打开超级分屏功能 上方屏幕显示整个游戏画面没有任何遮挡 下方显示操作按键 小地图和信西兰 一屏分两屏 这好家伙 事业从来如此开阔 这家伙就跟拿个手柄打似的 就靠踏上传奇王者了 从2019年到现在 我就不觉哲戒屏首席已经走到了第五个年头 五年前我们一直都在问 哲戒屏的纸板机 你不知道选择哪个 好在哲戒屏和纸板机的两种手机形态间 有得到永远无法打破的别人 而这次的荣耀Magic V3就像着那个破壁者 折叠状态丝毫没有厚重感 展开后出色的交互体验 还有着极致的轻薄和优秀的信用表现 荣耀作为折叠屏的领跑者 将未来折叠手机的理想题材又跨出了一大步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次的荣耀Magic V3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不妨点个赞、投个币、收藏、分享什么的 这里是小西市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看我这个是一个枯萎的海带 模特真美